大家好 今天这门课程主要给大家介绍软件测试工程师的课程体系 这呢将作为我们后续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参考指南 希望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能够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 我们这样要学什么 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测试工程师 我们需要掌握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技能 同时的话呢 也通过这样一个课程体系的展现 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 目前我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学习阶段上 便于大家呢 在后边更合理的来安排自己的一个学习计划 避免这种盲目的学习 通过我们这十几年的一个对软件测试工作这方面的一些积累 我们发现很多东西呢 其实花之招展巨多 我们呢 一定要去学习 一定是学习它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原理 方法 和相应的一个技术应用 那么所以呢 咱们的课程 也首先呢 主要给大家讲一讲 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到底是什么 我们把最核心的课程体系呢 分成四个大的模块 首先来看看第一个模块的话呢 咱们把它叫做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本身啊 首先这是一个模块 它不是一门具体的课程 具体的课程呢 下边这个系统测试 这个模块里边还有很多 我们先来看 把这个四个最大的模块 先搞清楚 第二个模块呢 我们把它叫做 web测试 但 顾名思义啊 web测试这个模块里边 我们主要要讲解的是 对于web 这种 应用系统 我们的一个 方法论 和技术的应用 它呢 偏向于技术层面的东西 更多一点 系统测试啊 其实这一门课呢 偏向于方法论层面啊 更多一些 那第三门课呢 咱们要学习的是 自动化测试 OK 自动化测试这门课呢 目的非常明确了 但它是一门 纯技术的应用 我们现在的很多工作 希望通过机器 帮助我们去完成 让机器去完成一些 简单重复的一些工作 让我们人呢 能够解放去了 去做一些真正有创造力 更有价值的一些工作 那所以自动化测试这门课程呢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去解放我们的双手 让我们呢 真正去做更有价值的世界 OK 接下来的话呢 第四门课程 咱们第四个模块啊 咱们呢 主要学习的是 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 那么主要呢 测试系统的整个性能 那么大家可能对性能 现在啊 还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感受 但是其实 你日常在使用一些软件产品的过程当中 你多少呢 都会去 有这样的一种 感觉是什么呢 这个系统太棒了 这个系统啊 太不稳定了 或者说呢 这个系统用起来很卡 或者说这个软件产品啊 我们多少 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叹 那么作为性能测试 这个模块呢 咱们当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去确保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软件产品 能够让用户感觉使用起来非常的流畅啊 解决刚才我们的那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就是要去解决它 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先发现它 OK 好 这也回到我们整个软件测试本身的这个课程里边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测试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 事实上呢 肯定是和我们的研发团队一起去解决问题 但是测试人员本身的职责就是 首先要发现问题 而事实上啊 软件产品呢 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这些 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实体产品 我们呢 所对应的一些测试技术和 就是测试这个工具 包括一些方法的运用呢 也跟传统的一些实体产品有很大的差别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最具有价值的一些东西了 好 那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四大模块当中 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模块里边 相对应的一些课程 那么课程的话呢 我们会去给大家去梳理 整个测试的流程 测试的核心方法 还有的话呢 软件产品的一个使用体系 这一部分呢 相对来说呢 偏方法率更多一点 那接下来还有呢 我们的整个测试项目的一个世界 测试用力设计方法 测试用力设计方法呢 是我们整个系统测试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课程 它能够指导我们设计出更高效的 更有针对性的一些用力 来帮助提高这个软件产品的资料 但是呢 所有的这些方法 这些东西 最终我们呢 需要通过项目来实战 并且啊 跟项目很好的有一个结合 这里边呢 还有包括啊 咱们的一个测试的实施 但这个怎么讲 事实上呢 就是咱们真正在做测试的过程当中啊 事实上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法内和这些技术的这个项目实战啊 对这样的一些体验 让大家呢 能够对整个软件测试的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 遇到的问题呢 有一个比较理性或者说直观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们以后在去工作当中 事实上同样也会遇到这些问题 甚至呢 比这些问题更加的严重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并且自己也亲身体验过了 那么在跟老师的一个互动和学习当中呢 慢慢再去把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那么我们在以后工作当中呢 那当然就会得心应手起来 而这是整个系统测试的一个大致的框架 当然呢 还有更细化的课程 这个呢 我们会在后边的这个课程当中 再给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个讲解 那么系统测试这个模块啊 总而言之它最核心的一个目的 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 树立起软件的质量意识 同时的话呢 能够开展测试项目 当我们就是说呢 当我们拿到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开始 事实上啊 系统测试这门课程 应该说是整个软件测试 最核心的一个课程 这个模块里边的这些课程 是最核心的部分 它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到底啊 用怎么来使用 这个测试的这些方法 怎么来做这些测试 怎么能够啊 把这个测试项目开展起来 遇到一些实际的工程问题的时候 怎么样去解决它 OK 这是系统测试这个模块 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呢 是web测试 web测试的话呢 事实上它是一门 纯技术的 这样一个模块了 偏技术性更多 包括后边的自动化测试和新能测试 那都是说技术层面的要求更多一些 而当然了 这些技术层面的要求 单纯如果说我们没有前端 前边的这个系统测试 作为一个基础 作为一个 基本功的一个锻炼 我们只单纯只是去了解 后边的这样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事实上是很难去做好测试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测试的话呢 也是一门艺术 很多东西的这个设计和考虑 单纯通过技术或者是工具 根本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事实上技术和工具 只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提高效率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测试工作呢 更顺畅的开展起来而已 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测试 能够做得更好 能够真正产生更大的价值 事实上这个东西呢 它必须要依靠于系统测试 这个模块做基础 才能够让我们呢 对测试呢 有一个更完整的 更深入的理解 在理解测试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 合理的运用好技术 那么这样呢 不仅事半功倍 而且我们整个测试本身的价值 也才能够真正发挥的淋漓尽致 OK回到web测试这个模块 web测试呢 事实上web系统 大家也会发现 现在web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我们很 每天都会接触到一些 用web构建起来的系统 我们打开电脑 打开浏览器 我们访问的是web 我们打开手机 我们也会打开浏览器 我们甚至在微信里边 看到的很多 我们传阅的一些 这些文章也都是基于浏览器来做的 所以整个web系统 它的重要性 我也不再给大家去多讲 我们接触到太多的web系统 事实上现在在手机上呢 大家看到的 其实就主要是两种APP 这种APP 第一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 nativeAPP 也就是本地的 第二种呢 叫做webAPP 那么当然我们web测试这个模块 所要关注的呢 更多的就是在webAPP 这一个层面 当然啊 不单纯只是针对手机 我只是以这个呢 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有一个感性的理解 我们事实上很多这些技术呢 针对手机也罢 针对电脑也罢 或者平板也罢 甚至于其他的一些啊 特殊的一些终端 包括大家可能看到警察用的一些终端 或者是呢 我们看到餐厅里面点菜用的一些终端 等等 这些都没关系 我们所使用的技术手段 和核心的方法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呢 这就是也是回到我刚才给大家讲一点 我们要去抓 一定是抓本质 而不能是服于表面的不同的一些应用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全就可能迷失掉 发现web系统这么多 多种多样的 这还只是前端的展现 后端的服务器啊 数据库啊 系统架构啊 包括现在的虚拟化 云计算平台等等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这么多 我怎么可能都能把它搞定 这也是我们这门课程 希望通过深入的一个讲解以后 希望让大家呢 能够先打消这样的顾虑 一方面呢 咱们不需要把这个测试 工程师或者啊 跟深入的一些测试技术或方法 看得特别的难 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通过课程的逐步的学习 只要大家能够跟上老师的节奏 一定不会有问题啊 加强这个对应的一些项目的练习 和实战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 我们也需要啊 放端正一个学习的心态 这些东西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软件测试很简单 我只能告诉你 告诉你的那个人 对软件测试的理解 很肤浅 所以啊 咱们呢 有一个很端正的心态就可以了 因为只要你跟上老师的 这样的一个节奏 和对应的去做好相应的一些 课后练习 和这个跟老师的一些交流辅导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会慢慢的去消化它 啊 不会是特别难 当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OK 那么web测试的话呢 当然首先啊 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网络协议 包括啊 web系统最用到的最核心的协议 webhttp协议 啊 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理解的是 咱们的一些web的一些开发基础 啊 为什么叫开发基础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毕竟还是做测试的 我们不是呃 成天要去扣代码啊 要去做很深入的开发工作 但是呢 所以我们啊 去讲的是开发的这一基础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这一部分的目的 不是需要培养成大家成为一个程序员 而是希望呢 我们对整个web系统的理解 不单纯只是一个浏览器而已 我们能够理解它很多更底层的 他们的一个 怎么样能够把浏览器和服务系统通过网络 怎么样能够把它给串联起来 让他们能够协同的工作 同时呢 跟数据库那边又是怎么来交互的啊 我们把这个基础的这个流程和相对应的一些 这个核心知识啊 把它掌握了就可以了 这样呢 便于我们在后边去做测试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加的深入 那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要需要去学习的是安全性测试 针对web系统的安全性测试啊 这些重要性我都在课程体系里边都先展示出去介绍了 那么还有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用务体验 我们的可靠性 还有呢 包括我们的兼容性的测试 通过相应的一些技术手段 结合着一些工具啊 咱们把整个web系统的这个测试工作呢 把它理顺 那么以后呢 无论终端是什么 无论后代的服务器是什么 而对于我们测试的一些关注点和测试技术的应用啊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第三个核心的模块是自动化测试 那自动化测试的话呢 我们当然首先需要去理解的是自动化测试的核心工作原理 我们得知道到底这个自动化测试是怎么玩起来的 不能单纯的停留在啊 这个一个自动化测试工具的使用层面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核心 这也是我意再给大家传导的东西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后边的工作才能够得心应手 不局限于系统本身 被测试软件产品是什么样的架构 不局限于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是怎么样的 这些呢对我们来说都会能够游刃有余的去发挥 那第二个部分呢 咱们要去学习的是这个目前来说啊 比较不错的一款自动化测试工具 UFT 惠普公司的 以前呢这个产品的名字叫QTP啊 名字上呢也没什么特别的 现在改成了UFT啊 界面上做了一些微调啊 核心的东西呢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OK 这是关于自动化测试工具的 那么当然呢 一定这作为一个纯技术的应用 我们一定要有精心准备的一个项目实战 通过这些实战的环节 我们来具体发现一些问题 这些实战呢 我们希望能够一方面呢 对这个客户端或者说呢单机的这些非web系统非web的这些软件产品去做一个实战 我们姑且叫非web了 因为呢这种比方说一个单机程序我们需要去测试一个CS架构自主开发的客户端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去测试一个基于浏览器的web应用我们也都需要去测试的 所以非web呢我们会有一个项目实战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本身针对web的系统的项目实战 OK这是关于自动化测试 那么学完自动化测试呢 我们当然毫无疑问 希望大家能够达到的目的就是在企业当中能够把自动化测试的工作给做起来 那第四个模块呢是性能测试 那么性能测试的话呢 同样的咱们需要去理解的是性能测试的核心工作原理 这个原理呢不是肤浅层面的介绍一下 这个工具是怎么来弄的 这个性能测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不是这样的 我们所谓的介绍的核心原理 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 性能测试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最核心的技术 来达到做性能测试的目的 我们甚至呢可能会给大家去结合这一些程序啊 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写一些程序来做性能测试 就不利用于不利用任何其他的一些工具 这样呢让我们来强化这个对核心东西的一个掌握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比较有名的一个工具啊 Rodrunner 这是目前使用率非常高的一个工具 Rodrunner的这款性能测试工具的一个应用 那Rodrunner这款工具呢非常大 所以里边涉及到的呢也有很多知识点 我们呢会有一门专门的课程呢 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啊 甚至啊分成好几门课程来分布的来学习它 这是工具层面的一个运用 那当然了还有性能测试 包括我们性能测试的一些指标的监控和分析 那说啊叫做规划监控分析 最后呢我们性能测试的方案报告等等 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就跟我们Rodrunner这款工具本身呢 没有太多的这个关联性了 而是真正的就是性能测试这门技术而不是工具的使用 那么这样呢让我们不单纯再能够是使用一门工具 事实上这些性能测试也好 自动化测试也好 工具都挺多的 我们呢希望不希望通过这门课程 就是说把所有工具都给大家讲一遍 我们希望通过找一个最流行的一款工具 把它讲出深度来 OK这是我们课程里边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基本的考虑 那么讲出深度 讲到把核心的东西都理解 事实上我们去使用其他的工具呢 很顺其自然 不单纯能够用工具啊 我们也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能够 真正把性能测试的工作能够开展起来 那么它一定是整个性能测试的一个全套的东西 咱们需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掌握 OK这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课程体系 就这四大模块那这四大模块呢 事实上大家除了说看老师的视频和跟着做练习 网上呢其实资料也都很丰富了啊 也都很丰富 咱们呢完全可以去自己再去额外的增加一些这个学习资料 当然老师这边呢也会给大家共享很多现成的一些资料 我们呢静下心来去学习它 我相信啊只要把这四个模块真正能掌握 六到八成 我们就可以在企业里面完全的胜任软件测试工程师的工作 同时你还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还比较牛的这么一个人